第142集 张霄氏一直在等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 他派出的那个小管事便回来了 听到他的脚步声 张霄氏不耐烦地低喝道 怎么回得这么晚 那小管事低头禀的 禀夫人 小人回府时遇到大郎主了 大郎主 那是张氏一族的族长了 张霄氏不由自主地坐着身子 小心地问道 郎主说了什么 郎主赤贺了小人 他说 如今张其已是贵客 便是陛下也不敢轻忽 他还说 朝着张霄氏看了一眼 那小管事低声说道 郎主还说 张其回府之事 他会派专人接待 夫人病了 也老了 便不需要专门出席了 什么 张霄氏大怒 他腾地站起来 尖声叫道 我是他的嫡母 那小管事低下头 见他不吭声 张霄氏喘了一会儿又叫道 那他来是不来 他们说张夫人身份贵重 在我齐国 便是皇后也对他客气三分 区区一个十二房的杂役处事 便想把夫人请了去 这便是张府的态度吗 郎主听了 已派了大管事相请 想来不用半个时辰便可入府 张霄氏的脸色更轻了 见他呼吱呼吱地 喉中谈名不已 那小管事稍稍向后退了退 而众婢女以蜂拥而上 给张霄氏垂背的垂背 顺胸的顺胸 张霄氏这一病 又是服药又是按摩 用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好转起来 刚刚好转 一个婢女在外面换倒 夫人 请姑子回来了 阿锦回来了 快 快让她进来 是 声音一落 一袭华服 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 昂着下巴的张启 带着几个婢女走过来 张霄氏正要招手 外面一阵叽叽喳喳地 说话声传来 紧接着 一个少女笑道 是二伯母 阿卿来看您了 不止是阿卿 是二伯母 我们也都来了 热闹中 五六个少女带着他们的婢女 躲入了堂房里 这些少女赫然都是张府的嫡出贵女 一看到他们 张霄氏便猝起眉头 而这时 挽着她手臂的张锦 再一侧笑嘻嘻地说道 母亲 是这样的 阿卿不是回来了吗 偏生她一入府 便被大爷爷亲自迎了去 妹妹们 没能看到 明阳天下的张氏阿卿 可好奇着呢 这不 现在都赶到这里来了 张霄氏闻言 眉头一簇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个脚步声 夫人 兰陵王夫人拜见 原来 她还知道些礼书 张霄氏看了众贵女一眼 慢慢坐在榻上 抿了几口茶后 才冷冷地说道 有请 是 随着外面的声音一落 众敌女 马上各自打了一个位置坐下 她们含着笑 一个个饶有兴趣地 像等着什么好玩好耍的把戏一样的 等着张启入内 张霄氏瞟了他们一眼 刚要交代两句 只听登登登的一阵脚步声响 转眼间 四个身材高挑 举手投足间 颇见气势的青年走了进来 这四个青年 任哪一个都是长身玉力 身形挺拔 风姿如松 举手投足间 颇有一种贵家子弟 才有的优雅和贵气 与南方世家子不同 她们在优雅贵气外 另有一种说不出的 似乎是从血气中 迸发出来的威严 一见到她们进来 众贵女先是一正 转眼 双眼不由自主地点亮起来 看到她们 堂而皇之地 进入妇人所在的堂房 张霄氏则有点不满 她正要贺马 却见那四人 仿若无视人一样 一个走到壁炉旁 拿出一些龙咸香点燃 另一个朝昏暗的室内 看了一眼 双手一拍 随着她的手势 十来个仆人走进来 她们走到纱窗旁 三下两下 把所有的围蔓全部拆下 再换好一种 透明而飘逸的顶级纱门后 又把四周的壁炉间 全部插上崭新的蜡烛 第三个青年则负着手 在房间转了一圈后 走了出去 再进来时 一有仆人 拿着厚厚的红色断布 铺起地面来 第四个护卫 则带着几个婢女 在房间里 摆了一些形状古朴 而又名贵的茶中酒尊后 才带着众人缓缓退去 这些人一进来 便把这里 当成自己的地盘一样 着手布置 他们的动作 既流利又安静 显然是做惯了的 因此 不到半刻中 张霄氏所在的 总是充满着一股浓厚药味 和阴暗气息的房间 顺时变得明亮而又温暖 还处处透着一种 滑贵娇奢之气 张霄氏房中的这些婢女 阿湘阿月等人 无意不是跟了她数年的家生子 也因此这些人全都识得张氏阿祈 此刻那些人虽然退去 可张霄氏也罢 她身边的这些旧仆也罢 一个个瞪大了眼说不出话来 直到他们看了张霄氏和张锦一眼 才齐刷刷地低头 并着呼吸不敢吭声 至于那些特意过来 看热闹的尊贵嫡女们 一个个更是惊了傻了 回不来神 张霄氏的手在颤抖 张起的这些属下所做的事 他们不是没有见识过 如张府以前的 去年故去的大夫人也是这样 通常她走到哪里 只要对方不是和她一样 高深门第中人 那她必然还是没进去 她的属下便如流水一样涌入 直到把对方的每一个角落 都变成她最喜欢的布置 才恭迎她入内 可是张氏阿启是谁 一个小小的私生女 一个三年前张霄氏挥挥手 便可打杀了的私生女 居然也敢如那千年世家中 最最尊贵的嫡婶女一样 人还没有露面 便把她的东西 她的爱好和她的味道 充斥在嫡母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羞辱 这是最赤裸裸的羞辱 最可恨的是 在面与羞辱之时 张霄氏也罢 重敌女也罢 硬是被那些外表气势无一不是上家 举手投足间 有着凌人气势的护卫和仆人们 真的说不出话了 张府大夫人最嚣张 她的随从也不过是一些家生子 可这张氏阿琪 怎么她的随从 却个个似是出身不凡 贵气非常的贵公子 在张霄氏气得浑身颤抖 完全说不出话时 一个清朗恭敬的声音 从外面传来 夫人都布置好了 可以进去了 嗯 回答这个嗡子的声音 娇软迷荡 十分动听 也十分柔弱 不知不觉中 张霄氏也罢 张琪也罢 重敌女也罢 琪刷刷地转过头去 房门大开 围漫飘荡间 一股幽香飘来 然后一个身着金色的 角色华服的角色佳人 片片停停地走了进来 房间本是明亮至极的 可她一进入 便又明亮了几度 似乎有一轮明月 正在幽夜中冉冉升起 这便是张氏阿琪吗 她怎么变得如此华美 如此惊人的华美了 在张霄氏疑惑着 张启腾地站起 重敌女瞪大双眼中 张启拼拼停停地步入 她瞟了一眼房中的布置 微微低头 唇角 琴起一朵 似是无奈 也似是嘲讽的笑容 可不管这是什么样的笑容 她盛开在美人的唇边 便于那月华 荡漾着让人无法言喻的魅力 张启确实有点无奈 这些行为都是那些护卫们自发的 她可没有想得这么深 可以说她都没有想过 要以这样的方式来打张霄氏的脸 来镇住张府的人 也可以说她压根就没有想过 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从气势上 完完全全地压住她的嫡母 张启漫步走过来 成姓护卫领着她 请她在摆在堂房正中间的榻上坐下后 登登登的一阵脚步声响 却是十个身着齐国的长靴高裤 挺拔中引带杀气的清俊护卫 齐刷刷走来 这些护卫 与其说是护卫 还不如说 他们都是世家郎君 这些做护卫打扮的世家郎君 竟只走到张启身后 然后分两列散开 把她呈保护知识包围后 便移动不动了 这情景 这气势 那是一个柜子说的 她分明是在五分权势腹部相押下 带着五分的华美和试杀 一时之间 张启不开口 张萧氏等人也开不了口了 姓成的护卫 以极其优美流畅的手法 给她斟了一盅热茶后 恭敬地送到张启的手上 张启接过 她慢慢抿了一口 还有点昏沉的她 正琢磨怎么开口时 见成性的护卫一个眼神过来 当下她温柔地说道 我的礼物呢 拿上来吧 是 最先进来的四个华府俊美的贵公子走了过来 他们手中提着的是一个最为简单 简单的 甚至有点粗陋不堪的木箱 抬着那木箱放在脊上 两人打开箱盖 从中拿出几个木盒来 他们抬着木箱入内时 张锦冷笑一声 正准备开口 可那话还没有吐出 一看木箱中的木盒时 便给收了回去 拿出几个木盒摆在脊上后 他们转向张启 伸手在胸口心脏处按了按 谨慎而又恭敬异常地 向她行了一个北齐礼节后 齐刷刷地退去 张启伸出鲜鲜玉手 从中捡了一个玉盒 推到张潇氏面前 有点歉意地说道 狄母 阿启不知道会来见康 仓促间有点失礼了 他和高长公本是臣弟派人 从武昌请过来的 这句话倒也说得过去 当下张潇氏轻哼一声 他阴真脸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失礼 你张氏阿启 还知道失礼两个字 怎么写的吗 这话一出 姓程的护卫上前一步 他朝着张潇氏优雅一礼 温和而又威严地说道 还请夫人换我家夫人为高张氏 张潇氏闻言脸色更加难看 他把挤上的木盒 朝着婢女阿湘一扔 冷笑道 不过是一些垃圾琐碎 给你 是 阿湘连忙小心接住 饶氏他接得够快 那木盒也是啪的一声掉落在地 然后一阵脆响 盒盖打开 盒中的一只钗子从中飞起 在空中打了一个旋后 掉在地上 断成了两截 这个动作有点失礼 众女同时低头 朝那木盒看去 只是一眼 好几声忍耐的 小小的惊一声 晚息声同时响起 发出这叫声的 并不是几个婢女 而是张府嫡女的几个 他们出身富贵 一眼便认出 这个相遇刘凤差 赫然是汉时张皇后 曾经带过的 其价值 无可顾料 张府虽贵 可兰陵王和他属下 从突厥人手中 竭来的战利品 无一不是 五位城中那些富户 和世家几十数百年的 积蓄和珍藏 因此 这相遇刘凤差 在张霄氏的嫁妆里 可与其价值相比的 不过似无恙而已 赫然是如此震撼之物 张霄氏一惊之下 也不由有点后悔 而张锦 以脸色大变 众女不由自主地 抬起头 看向张启 张启神色不变 她还在慢慢地 饮着中中的茶 连眉头也没有抬一下 都是送出去的东西了 便是眉段 也不归她左右 她又何必在意 张启的镇定 明显地令得众女底气大虚 不知不觉中 一个嫡女上前 顺手打开另一个墓盒 这墓盒中放的是一块玉佩 玉佩样式典型华贵 再一看 赫然也是来自西汉宫中的 乃是汉成帝当年佩戴过的物品 上面的字样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她不凡的历史 难不成这里每一个墓盒里装的都是这等价值连城之物 那两个青年抬过来的墓箱里面可是有十几个这样的墓盒呢 他们随随便便地扔在那箱子里 可看不出他们的主人有多在乎 一双双瞪大的眼睛中 房中安静下来 张启抿了几口茶后 把茶桩放在脊上 我嫡母手滑了下 去 把那叼了山水的墓盒拿过来 一阵脚步声响 不一会儿 姓成的护卫捧着那墓盒 毕恭毕敬地 呈在张启的面前 张启把她放在脊上 缓缓推给张潇时 温言道 嫡母 这是阿启的小小心翼 还请勿要 啪的一声 再一次 她的声音一落 那墓盒被张潇时衣袖一甩 重重地落向地面 眼看着墓盒又会碎裂时 突然的张锦冲上前来 她勾着身子急急一抓 把那墓盒救了下来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会伸手 张潇时怒急 她狠狠瞪了张锦一眼 一时脸色实青实白 倒是张锦 虽是白着脸 却还是低声唤道 母亲 她的语气中带着祈求 她出嫁时 虽带了不少嫁妆 可结婚这两年多来 张锦为了挽回丈夫和婆母的心 上下打点招时花费不少 再加上有心人的算计 她的嫁妆如今实不存三 张锦随意摆在脊上的一个墓盒 都能够当她的鸭香之宝 都能让她将来困顿时东山再起 她实是舍不得 便是没了颜面 她也舍不得 张销是被女儿这么一弄 气得双眼翻白 而这时张锦盈盈站起 她朝着张销是扶了扶 微笑道 狄母看来累了 拿起告退 说吧 她漫步而起 随着她的走动 十个护卫同时提步 簇拥着她 朝外走去 明明只有十一个人 可那气势 再一次令得房中众人 不敢吭声 看到张锦走出房门 张销是腾得站起 她瞪了一眼张锦后 示意婢女扶着她 急步向张锦追来 她一动 众敌女也动了 转眼 张销是站在台阶上 她朝着 眼看就要走出院门的 张锦的背影 大声说道 阿琪啊 你还没有告诉母亲 你是那个高长弓的 帝纪护妾室了 啊 看来你这丈夫 对小妾也挺上心的嘛 与张销是带着 讥笑的声音同时传来的 还有外面传来的 一个清雅动听 如冰玉相机的低沉难音 阿琪 幻章起到 正是蓝陵王 然后呢 我认为你这份想法 在那边 我认为你打起来 我认为你打起来 那么多了 而我认为你打起来 什么时候 你打起来 我认为你打起来